今天阿爹来开箱 两个从京东买的配件 这下来搭配这一部 刚买的 iPad Air 4 iPad Air 4最大的改变就是把原来的Lighting改成C-Type的接口 所以呢 它的扩充性变成很强 所以我就需要一个像这样的扩充库 扩展库 C-Type的扩展库 那我们来开开 先来测试这个 这打开 从里面拿出来 大家注意看到没有 它有一个充电口 HDMI的接口可以接外部显示器 还有两个USB3的接口 然后这一边呢 就一个C-Type的接口 先把这个保护套取下来 这里有个胶条也取下来 然后把它从这里 接上来 接上 然后再把充电线 插上来 来确定 有一个可以充电 然后先试看看耳机 那一般的耳机呢 把它插到 这个接口 然后现在来 放个音乐听看看 总也要是可以用一般的耳机来听音乐 就透过它 这样可以就听音乐了 好 这个功能做完 现在 先把音乐关了 然后来测试那个读卡机的功能 我现在这里有一个128GB的 活动碟 我现在把它插到 那个 插孔 我们来试试看能不能读得到 来 看它读到了没有 没插好 再插一次 我们来看 重开 重开档案文件 来 看到了 这里有一个 活动碟的位置 然后 红活动碟资料是不是读进来了 那我们现在来看 播一部影片看看 播一部我空拍的影片 可以在上面 可以播放我那个活动碟上面的影片 可以播放我那个活动碟上面的影片 Apple Pencil 这不到台币1000块钱 是历年的 毕竟它是有品牌的 总比台湾买那个1000多块没有品牌的 安心一点 好 很少人卖这个黑色的 就历年有 它有一个小开关在这里 它不跟一般台湾卖的 在这里触摸 我们下 很容易误触 这样开机房的不好 它这个是用一个开关 按一下 就好了 那我们来来测试一下呢 他那个 所写的 随手 随手写的功能 来 来 来 我 是 阿 北 阿阿这个字 我都不会 快不会写字 阿 北 阿阿就写成阿比 好 不管它了 那我们来看 好 放一个notability 好 我们来选一支 这是红色的 它是支持这个倾斜角 倾斜的 它有倾斜笔压 好 基本上这个问题就不大了 好 今天就开箱这两样东西 那个 至于 接显示器呢 这个应该是没问题的 有空我再来测试 好 今天就开箱到这里 好 在哪里搜索内容 没有返回按钮 我还将分享放在了谁位 前来测试器 又得进行功能设置 下次根本找不到设置 于是将 Safari测试器 放在一个角落的门间 我设设置 好 孔子 我设置 好 我设置 好 虽然 我设置 好 虽然 我设置 我设置